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两个多月之前 我最早的时候开始做香港议题的时候 我当时的标题是这么说的 香港前景不乐观 一国两制不在 反抗必将升级 过去这两个多月的形势变化 完全印证了我当时的判断 最近呢又出现一些变数 大家可能都发现了 我们的朋友圈 微信上面都被刷屏了 国内的这些朋友 这些家人 这些人都在突然开始爱国了 开始发一些图片 然后谴责暴力 谴责什么暴力呢 就是一个环球时报的记者 叫傅国豪这个人 潜入这个在香港机场那些示威人群当中 他明显就是不怀好意去挑衅 故意去拍那些游行示威人群 他们的大头照 然后他还说自己是游客 不肯承认自己是记者 后来被手脚绑上之后 把他的身上的东西拿出来一看 他原来是党媒的记者 不知道后来是谁拍了一张照片 现在就流传出来了 所有都在转发 他当时还很细精的 说了一句 你们打我吧 我支持香港警察 好了 现在他成了英雄 那些没怎么伤害他的 那些香港示威者都变成了暴徒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 当然他是确实被打了 这个人呢是深圳的公安 也同样是潜入示威的人群 假装是示威者 一个深圳的公安 一个党媒记者 他们进去其实就是去找打他 他们就是去想要被打的 因为他们明明知道 他们进去会被打 会被发现 他们其实是假冒的 是内奸 在那种群情激愤的那种时刻 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内奸 你很难控制自己不去打他 对吧 而这些人肯定也知道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进去呢 我们做一个最合理的推测 就是他们故意去制造事团 制造矛盾 我们看整个国家机器 对这件事情的配合就看出来了 配合的天衣无缝 这两个人被打之后 立刻这个国家机器就开始启动了 还记得在之前 香港已经到那么凶了 那么多人上街 冲击立法院等等等等 中国大陆的这个互联网 是封锁消息的 是不让老百姓知道香港发生什么的 当时很多人在问 香港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在讨论香港是怎么回事 而现在呢 完全放开 大家可以去讨论香港 然后由官方媒体 由党媒来带这个节奏 来发出这样的照片 然后让全国人民一起痛斥 这些香港的示威者 现在中国大陆的人民 大多数都觉得 这些香港人是暴徒 示威活动是非法的 是应该镇压的 他们也不想想 就算是真的打了这两个人 是为什么打 他们俩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对吧 就算打他们 打两个人需要动用几个人 可能就三五个人去打他们 对不对 而真正反对送中条例的 真正上街游行 参与示威活动 支持示威活动的人 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香港市民 这是代表整个香港的民意的 而这个政府 这个香港的警方是完全失去民意的 完全没有民意基础 但是中国大陆的这种舆论导向 就可以让中国老百姓认为 香港的这些示威活动 这些反送中的人都是暴徒 正好是颠倒了黑白 颠倒了是非 我们看在官方同一时间也推出了这个 说是香港有一个恐怖主义的苗头 给这个香港的反送中的活动来定性 他们只字不提 香港人民现在要求的这个五大诉求 他们也只字不提 为什么这些人随后被 没办法被逼到机场 要让整个机场去停摆 来引起整个全香港全世界的关注 按照他们说的 就是香港政府永远是没有错的 中央政府永远是正确的 错的总是人民 错的总是少数的暴徒 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巧合吗 我不认不认为 我们不是三岁小孩没那么被糊弄 没这么容易被欺骗 你们耍的那些手段 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事情很明显就是一套组合权 先是派人去挑事 制造事端 然后放开舆论 进行导向 笼络整个的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舆论 建立舆论基础 然后猛烈攻击 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 紧接着官方对这个事情进行定性 为以后的下一步动作提供一个基础 当然了 同时还可以转移注意力 就是中印的这个边境的问题 我们想中国人前几天还在关心一些八卦新闻 关心什么马依利跟文章的离婚 对香港问题根本就是不清不楚的 而且获得不了这方面的资讯 现在突然有了这方面资讯 然后这个资讯呢 又能引起大家的这种群情激愤 然后去表示爱国 表示反对暴力 表示支持香港政府 支持党中央 我们看为了制造这样的舆论 国内媒体不仅自己这么说 而且还拉上一些老外 意思是说 我们不是中国人反对你们这些香港人 香港废青对吧 连外国人都反对你们 然后弄一些视频出来 比如最近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商人 就在机场 因为他那个飞机延误的什么等原因吧 然后就跟这些示威人群 就发生口角矛盾 这个澳大利亚人虽然被利用了 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 他享受着澳洲的自由民主 他可以全世界飞 然后飞到香港来 然后对香港的年轻人指手画脚 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你享受了自由民主 却不让别人去享受自由民主 不让别人去追求自由民主 香港是人家香港人的香港 而不是你澳大利亚人的香港 更何况 这个香港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我们真正关心中国命运 关心香港前途的人 都应该问一问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当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是谁说了 香港明天会更好 是不是现在应该站出来 切腹以泄天下 共产党是不是应该 自己好好反思反思 自己站出来对全世界进行道歉 他们当年说的 英国人做得到 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得到 最后怎么样呢 现在把香港搞得这么乱 你能说中央的政策没有责任吗 你能说香港政府没有责任吗 如果你把责任都推给人民 那就是本末倒置 没有你这种压坝政府 没有你这种不给人民 民主和自由的政府 人民不可能上街 也不需要上街 很多人把香港的示威活动 跟西方去对比 西方是民主国家 香港是民主吗 真正在那样民主国家 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站出来 游行示威了 如果香港人能够选自己的特首 能够有真正的民主制度的话 他们不需要去几百万人上街 去抗议一个条例修订 因为他们知道 立法会是不是经过他们 民主程序来选出来的 而是中央指定的 中央有巨大的影响力 即使是中国现在那么有钱 财家弃苏 中国市场这么大 西方国家还是站出来 没有向中国屈服 这就是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全世界这些发达国家 这些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政府以外 还有一些党派的 就世界各个国家的 这些党派的高层 还有这个全世界的 基本上全世界的媒体 都是在支持香港的 但是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焦虑 就是现在的香港的情况并不乐观 即使全世界都要求中国政府 冷静 不要镇压香港 但是我不认为 中国政府会有退仗 如果中国共产党 在香港问题上让步了 那么他所吹嘘的 这个中国现在崛起了 中国不再听西方的这个摆布了 中国现在有钱了 然后军队也厉害了 吹出去的泡沫都会爆掉 都会被人发现 原来你们是玩假的 原来解放军不中用 原来你连香港问题都解决不了 连这些手无寸铁的年轻人都对付不了 他一下就露馅 说他必须要硬着头皮 也要把这些事情压下去 那么中国老百姓就不用说了 他们现在的表现已经完全是符合我之前对中国人整体群体的一贯的认知 当然这里边是有少数的中国人是有良知的 是有这种critical thinking的这个批判性思考能力的 但是大多数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跟着党走的 都是跟着政府走的 是被政府的这个舆论所轻易的就带着节奏走的 这个我也想多说一句就是我们不用太担心中国老百姓支持谁不支持谁 因为他们支持谁都没有意义 他们是没有权利的人 他们是连选票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人 他们自己还是在中国是一个二等公民 一个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掉 他们的利益可以随时被有一点点权利的官僚所欺压 他们没有任何地方去伸张他们的正义 所以说这些人是被宰割的对象 永远跟党走的人是不值一提的 我们不用太在意我们的朋友圈被刷屏了 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这些亲友都支持政府镇压人民 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是战狼 都好像能拿着枪去打香港暴徒 好像他们拥有权利 他们好像是当权者一样 实际上他们狗屁都不是 所以我们不用太在意这些人的看法 他们也这么做 他们和共产党就越绑在一起 最后就会一起死 我们看现在全世界的民调都已经正式了一点 60%的美国人是对中国持负面的印象的 90%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 86%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持负面印象 然后我们再看欧洲 欧洲的民调比较少一点 最新的一个是关于习近平处理国际事务能力方面的 79%的西班牙人不信任中国 69%的法国人不信任中国 64%的意大利人不信任中国 49%的英国人不信任中国 这些数字的比例都很高很高 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发展了这些年 到今天他们在这个全世界眼中的形象 是每况愈下 我们在海外的华人 像我这样的 其实我们的形象也被中国政府给拉低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一定距离 跟中国政府划清界限 跟共产党划清界限 他做的那些恶心事 让全世界恶心的事 我们不要去替他去 变护 该做一点适当的切割 就应该做一点切割 这个问题我以后再慢慢跟大家聊 现在情况到了这一地步 中国用出了这个组合权 然后现在已经做好了 下一步镇压香港的准备 那到底会怎么镇压呢 怎么镇压 首先要看香港的抗争 会不会延续下去 这个激烈程度到底是会不会减弱 但是在8月18号要进行大规模的游行 可能会持续到10月1号 10月1号就是国庆 国庆的时候那场游行难以想象 如果之前没有镇压的话 可能又有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上街 我真的没有资格对香港人指指画脚 我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听说很多年轻人都写好遗书了 我只是不希望看到在香港未来会出现城管 未来会出现网管 上网需要翻墙 没有言论自由 然后法院不受理 老百姓的一些上诉起诉 他们的权力受到侵害 他们要跑到北京去上访 跟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一样 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景象 但是李星又告诉我们 共产党绝对不会放弃香港 他们的说法就是不让香港成为法外之地 这是他们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走出的一步 虽然现在修订条例已经暂停了 但是只是暂停而已 香港人也很聪明 他们知道你们早晚还是要再来过的 也许解放军不会出动 但是武警出来 大量的抓捕示威者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我预计香港下一步 可能会有大量的人才流失 能够走的都会走 有外国身份的就会回流 没有外国身份的就会办移民 再来一次难民潮 有一些不愿意走的 或者走不了的人 可能只好 默默地去忍受 然后在沉默中等待下一次爆发的机会 外资肯定是要陆续撤退的 因为这里边的政治成本比较高 新加坡已经在偷着乐了 总之呢 香港的剧本 其实在1997年就已经注定了 我们作为旁观者 就是看着这个剧本 现在一步步在成为现实 当时我们都被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明天会更好 这些承诺所欺骗 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局面 却无可奈何 香港人在这种强权的压迫之下 他们真的没有第二个选择 全世界都会看得眼里 台湾当然也会看得眼里 这也是给全世界一个教训 这样会让全世界认清 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下期见